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今年是美中两国建交40周年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一些人甚至担心美中会走向全面对抗 甚至陷入一场新的冷战 参与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前美国驻华大使 瑞孝俭认为美中关系的性质现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但是把双边关系定义为争夺而不是合作是对形式的误判 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 对于目前的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美中关系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说眼下我们的双边关系中有两个我们必须对付的问题 一是中美之间日益加强的战略竞争的意识 第二是贸易问题 在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来解决我们贸易关系中最令人关心的一些问题上 存在广泛的支持但同时有一种看法是川普政府正在用关税来对待这个问题 而关税不是对付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 因为关税不可避免的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害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眼下真正的问题是川普政府内部没有人在建立一个我们可以通过他来管控 向台湾以及所有更为广泛问题的框架中扮演任何角色 而且川普政府不从政策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因为川普总统不喜欢受到某一个政策或是策略的束缚 因此他的内阁部长害怕明确说出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总统可能会根据他在某一时刻对局势的看法而改变他 他还认为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是一个错误 在他看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实际上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 而美国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 重新谈判美贸家贸易协议以及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等 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加以矫正 也有很多国内的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川普总统 瑞孝姐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错判了国际局势 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受到西方政治治理概念的损害 因此试图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侵入 而这些价值其实是现代的价值理念 她说在我看来习近平主席正在试图遏止 现代的价值理念在中国国内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方法 我认为他将加剧中国的内部矛盾 我把这看成是中国的问题 我们不处在告诉中国该如何对付这个问题的地位 但是它影响到我们的双边关系 瑞孝姐说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与苏联打交道 一直努力的找到稳定 美苏战略竞争关系的途径 使之不以异常毁灭性的战争收场 在她看来 美国也应该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做法 继续与中国进行接触 来稳定战略竞争关系 因为就像苏联一样 中国也有能力对美国施加不可接受的损害 她说如果美中两国爆发公开的冲突 这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 我们面临着同样的相互保证毁灭的问题 而它对我们爆发冲突起到了威慑作用 她说美中之间不能展开一场全面战争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使两国因全面的军事冲突而受到的损害正当化 以上是莫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